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 不可你 不可以 不可以 我 他 阿 阿 阿 这块石头啊 在山里出了不知多少时间 我打小听人说 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 他乃天产石猴 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龙 纵然不幸身死 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 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 各自逃遁隐匿世间 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 可惜数百年来 无人亲眼得见 我老了 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 但你们之中 书籍会有天命所归 将他医下的灵物一一寻遍 待灵物尽数回归化过山之日 或是大圣复生之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